陈少是什么人物啊 连大贤王朝丁千秋老祖这样的七阶后期巅峰武王都能斩杀 他会拿不下七阶初期巅峰的青年吗 他们甚至不用脑子也能猜出来 秦晨肯定是没尽全力 这是在陪对方玩的 但这都什么时候了 执法殿的人还在城门口搜查呢 陈少无缘无故 搞什么飞机啊 无语的同时心中也是隐隐着急 一旦被执法殿的人关注到这 他们几个肯定要倒霉啊 一般这个时候不是更需要低调吗 看到傅晨云半天没把秦晨拿下 反而看似似乎不落下风 傅晨云身边几个青年顿时不爽啊 战斗的虽然是傅晨云 可他们脸上也无光啊 苍苍苍纷纷抽出武器就要助战 想以多欺少吗 幽谦雪一声冷横把剪出手 冷冷对至面前几人 他一女子傲然面对几个 修为不弱于自己的青年 竟然是没有丝毫的句子 就在双方剑拔弩张 眼瞅着要大打出手 爆发大战时 住手 何人敢在这里闹事 一道轻厉的怒喝声响起 紧接着 一股可怕的威压烛大扇一般 朝着秦晨和傅晨云 盖压而下 可怕的力量击倒 秦晨和傅晨云在力量之下 瞬间被枕飞了 一个个脸色发白 嘴角欲血 只见一名轻厉女子从天而降 此人身穿执法垫 统一的红色铠甲 目光冰冷地看着一群人 谋中流露出冰寒的杀意 同时 一道道破空声响起 一对身穿铠甲的士兵来了 这些士兵竟然个个都是武王 一下就把秦晨与学人围了起来 浑身抱出滔天的杀意 在妖剑城闹事 你们几个不想活了吧 这几个士兵 正是妖剑宗的妖神位 这些妖神位 虽然负责妖剑城安卫 但是呢 实际在妖剑宗里 都是直视级别的存在 只是这次执法殿下令 他们被抽调出来 担任护卫而已 几位妖剑宗前辈 在下傅晨云 神兵世家傅家子弟 我岂敢在妖剑城闹事 是这小子 他先行对本少出手 本少被迫防御 还请妖剑宗几位前辈明察呀 傅晨云急忙收起长进 上前攻身行礼 傲然道 你是傅家弟子 几名妖神位对望一眼 脸色缓和下 傅家神兵世家 虽然只是妖剑城范围之内 一个王级的势力 但是呢 跟妖剑宗关系还算不错 毕竟 妖剑宗作为一个 皇级势力级别的大宗门 每年消耗的兵器 数不胜数啊 其中 很多都是从傅家采购的 哼 在我妖剑城闹事 你们几个好大胆子啊 说着吧 你们什么人呢 在此闹事 有何其多 几名妖神位一声冷横 冷冷地看向秦晨一行 谋中涌出了杀意 这几个人面生得很 他们以前可没见过 说不定就有什么不明的目的 更何况 如今这两方 一个根本不认识 一个呢 又是傅家的 该怎么定夺 他们还不清楚啊 周围不少观众见状 不由得叹息摇头 这几个家伙啊 刚才好言相劝 让他们别动手 现在行了吧 惹来了妖神位 还得罪了傅家 不死也得脱层皮啊 几位妖剑宗前辈 我等是当阁的人 这次路过此地 只是借用传送阵 并无恶业 秦晨急忙上前道 所有人已惊 难怪这些家伙 有恃无恐的 原来是当阁炼药师啊 难怪怎么嚣张呢 傅家虽然牛逼 在妖剑城 号称神兵是家 哪怕是在北天狱 也并非是无名之辈 但和当阁比起来 差了十万八千里呢 你们是当阁的人啊 傅陈云也吃惊地看了 一脸的不相信 怎么看也不觉得 秦神幽间雪 像是当阁弟子 当阁烈药师行走天下 往往身穿烈药师袍 佩戴徽章 这样也方便行走 他面前这几人 哪有半点烈药师的模样啊 几位 我等确实是当阁之人 这是在下的烈药师徽章 卓清风急忙上前 把自己烈药师徽章晾了出来 闪亮的烈药师徽章 呈现于众人面前 让众人顿时大吃一惊 可紧接着 一个个差点吐血了 啥 六品烈药师徽章啊 哇 你妈的 吓死老子了 本以为这家伙 是什么大人物呢 原来就是一小小 六品烈药师啊 叫人 六品烈药师 也敢自称单格的人 这也得好搞笑吧 还以为有什么大背景呢 原来就是一小小的烈药师 真是笑死了 六品烈药师 自称单格的人 这是老夫 这辈子听得最大的笑话 人群轰的一下 炸开了 一群人全部哄堂大笑 甚至有不少人捧着肚子 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本以为秦臣他们如此自傲的说自己是单格的人 应该是有什么背景 想来 起码应该是七品烈药王吧 可谁知道呢 居然就只是六品烈药师 这不搞笑的吗 要知道 妖剑城乃是黄级势力 并且其下方有诸多王级势力 自然拥有许多的单格分布 烈药师呢 自然是数不胜数 而六品烈药师别说在妖剑城了 就算在妖剑城下方的势力 也算不得什么人物 毕竟 哪个王级势力没有药王做阵呢 相比而言 妖剑的老祖傅宏爵 此人却是妖剑城范围之内 首屈一指的炼器大师 这种背景 岂会在意一个小小的六品烈药师呢 诸位 老夫烈药师徽章虽然只有六品 但老夫是货真价实的要王 此行便是前去单格素质的 卓星风脸色铁青 没办法 他身上的烈药师徽章啊 还是前往百朝之地时单格发的 自然只有六品 而想要兑换七品烈药师徽章 必须回到北天宇丹阁总部 进行考核之后才能换 六品烈药师也算单格的人 笑死本座了 来人哪 把他们统统拿下了 在我妖剑城门口闹市 本座怀疑他们几个别有用心 给我严加调查 领头的妖剑宗弟子 这时怒急返校 连忙怒声喝道 他娘的 小小的六品烈药师 也敢自称单格的人 把自己吓了一大跳 还好没冲动 否则影响了父亲和宗门关系 自己起不成了罪人 哦 是 几位妖神卫联盟走上来 就要捉拿秦晨几人 你们干什么 秦晨突然横剑在前 愤怒道 你们几个不问青红皂白 就对我们动手 这就是你们妖剑城的作风吗 放肆 领头的妖神卫一声脑刻 嫂子 你在我妖剑城门口闹市 而且大动干戈 难道还想反抗不成 秦晨冷声道 我们可没闹 是这几个家伙 胆敢侮辱执法店 本少岂能不动手 哎哟 侮辱执法店 之前站在旁边 一直没开口的红甲女子 此时某种陡然射出一道寒芒 冰冷道 侮辱执法店 这是怎么回事 空的一下 一股可怕气息从身上爆发 宛如一座大山一般 狠狠地镇压而下 瞬时间 整个城门口的温度 好像下降了数十度 变得一片冰寒 之前那几名妖神卫 脸色顿时变了 心中大惊 父亲的人 侮辱执法店 这是怎么回事啊 一瞬间 额头上冷汗都下来了 脸色嗖得一片惨白 是 父亲是挺强的 在妖剑城 地位非同一般 但那也得看跟谁比啊 在执法店面前 就连他们妖剑宗 都得乖乖低头 父亲又在什么 如果他们父亲 真敢侮辱执法店 他们妖剑宗 又维护对方 一旦惹来执法店不满 倒霉的不仅仅是父家 恐怕妖剑宗 也会吃不了兜着走 一瞬间 几人是坐立不安 背后直冒冷汗 连忙惊怒的 侮辱执法店 傅陈云 到底怎么回事 傅陈云也是吓了一跳 他急忙说道 急不前辈 在下以傅家之名起事 没这样的事 在下岂敢侮辱执法店呢 神兵世家 难道堂堂神兵世家的人 可以说话如放屁一样 放完就不认了 你 臭小子你胡说八道 我哪有侮辱执法店 傅陈云愤怒地盯着秦晨 怒喝头 我看 是你想转移话题 胡搅蛮缠 说得没错吗 分明就是阁下想掩盖自己 先动手的罪行 故意胡说八道的 就是 傅少根本没侮辱执法店 岂问前辈明鉴啊 此次信口此黄 我怀疑此人别有用心 其他几名跟傅陈云 以同来的青年纷纷怒喝起来 虽说他们不曾见过执法店的人 但是呢 他们也知道 执法店是执掌天下律法的一大部门 这样的锅呀 他们可不敢背 别说他们不敢背了 就算他们背后那势力 也不敢背这个罪名啊 一旦让老祖他们得知这事 绝对得打断他们的腿 几位前辈 事实到底如何 还好这里有这么多朋友在 诸位完全可以询问 秦晨似乎极为愤怒 我等远道而来 路过邀建城 并不想惹事 可刚走到这儿 这几个家伙上来侮辱我等 我等心知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自然不予理睬 说到这儿 秦晨表情愈发愤怒 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他悲愤的 可这几个家伙呢 非但不领行 还愈发嚣张了 这倒也罢 此次年纪轻轻 又是什么富家之人 定然是来自极大 我等也想稀释宁人 不想闹事 更何况 旁边这大哥说了 邀建城之所以如此拥堵 是因为执法店的人在此设卡 捉拿要饭呢 知道此事 我等更不敢惹事了 毕竟执法店乃是我天舞大陆的良心 专门维护天舞大陆秩序 只知道默默付出 不求回报 这等势力 晚辈从小极为敬仰 若不是因为晚辈不是女儿身 肯定一心加入执法店了 可谁知 对方听到这话根本不予理睬 还说什么执法店办事 关他什么事 态度极其嚣张 根本不把执法店放在眼里 说到这儿 秦晨气得浑身都在发抖 此人侮辱晚辈 晚辈也就忍了 可他竟然侮辱执法店 执法店一向是晚辈最为仰慕的势力 其中他一个小子侮辱 晚辈气愤之下 实在按捺不住 这才贸然出手 还请几位明察呀 你 傅晨云愤怒地看着秦晨 急得是脸色发白 半句话都说不出来 他只能惊怒他 诸位前辈 别听此子胡说八道啊 太阳网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天